OK 好帥耶 余棗 来请问余棗你是什么学校的 在游泳教练的协助下 学生体验历史滑奖 感受不同的水上运动 还能躺在风帆上 悠闲享受阳光 那个平衡力需要很高 这样才防止不吊船 那个开始的时候要跪着 才慢慢站起来 这样才可以滑得好 很好玩 然后 有很多的那个滑水的水上设施 其实觉得蛮酷的 我刚才还差点想要在上面睡着 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 超人正利用池开放免费入场 鼓励大小朋友一起来玩水 而且还有业者提供设备 让大家能体验深受欢迎的第十滑奖 因为在海边跟像是乐坛 都毕竟户外的部分 比较会有危险性 在泳池里面就是既可以安全 然后家长也可以很放心 夏天让孩子体验玩水 然后一些水上性质的活动 然后萨博的部分 其实在泳池里面很少 可以体验到这种设施 我们就是开放国民体育日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同乐 在游泳池就能体验到这些水上运动 像带着学生前来服务的旭光高中 童军老师洪华珍觉得很难得 尤其他是在草屯长大 游泳池有他小时候美好回忆 很开心看到小朋友来玩水 其实他们也很兴奋 就很少我们南投的小孩 可以到海边 然后或者是靠近河船去玩那个帆船 对啊 所以我们就非常感谢那个 增添泳池可以让我们帆船体验 然后待会儿呢 其实我们草屯这还有一个爱聚公司 听说爱聚也提供我们一些 那个新式的SUP给我们玩 所以我们就非常兴奋觉得 自己一边来服务 然后一边也可以玩 就是属于海边的这种 未来也许他们也会去挑战海洋冲浪之类的 历史华讲可以用坐的也可以站着 自由的玩法 希望增加孩子对运动的兴趣 记者 女心老线 稍等吧 吧 吧